请抢答的两位选手 根据我给出的以下线索 猜出一件生活用品 线索一 它的材质 减脂条高护秋竹 线索二 它的形状 日中和夜影平平 线索三 它的用法 蛋糙大饼长在手 线索四 它的功能 晴天却阴雨却晴 盛续抢到 我的答案是散 本题的正确答案是 正确答案是 散 祝贺你回答正确 给倒花香给 加一份 其实我们这道题特别好 因为四个线索四句诗出自同一个诗人的同一首诗 就是元代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萨都辣的雨伞 开如轮合如树 减脂条高护秋竹 就是讲到 散的形状 散的材质 其实也是一首勇物诗 它告诉我们就雨伞这样一个互相至少它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它有三重指向 审美实用加象征 实用你看第四个线索晴天雀阴雨却晴这是一种我们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它的生活用具 晴天我们用它来遮挡阳光给我们一片阴凉 雨天呢要遮挡雨水让我们保持一种干爽 所以这是非常有实用功能的这样一种用具 其实古代的时候 伞它主要是身份 地位和权力的象征 那到现在民间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后 民间的伞在很多特殊的仪式场合当中 其实还有很普遍的运用 比如有的地方结婚 新娘也要打伞 伞一撑开就有开枝散叶这样一些吉祥的寓意 所以一把小小的伞它真的可能会有大大的文章可做